好的 各位观众啦 RM大大早上好 中午好晚上好 我是国际解说 古德驰 狗一鸡来对上Akira 狗一鸡作为老牌的格斗选手 终于是回到了街霸的怀抱 作为英泰的老兄弟对吧 你可能不知道他们有这样一层关系 曾经是 挚友也是战友 什么样的战友 两个人在老虎鸡面前 一战就是一宿 这就是真正意义上的战友情 对吧 好 比赛开始 这个人真不要命啊 好过分啊 开局DJ直接硬掏 我那一手掏进版边 我要赢了吗 这个上来直接拿到一个版面的进攻机会 说不定就把对手一波捅死了 这个想法非常的恶劣 但也非常的有用 那Akira这个选手 我们之前也看过他在对上 那个爱爱的比赛对吧 打法非常的凶 非常的激烈 一波勇猛的冲死对手 那现在狗一鸡在版面表示非常的折磨 面对如此之快的一个选手 又是前走到对手脸上 再给一手头 前中条抓一下乱动 拉到这个距离 只要你中拳摸不到 我就可以随时到你的脸上来搞事情 这里想要往前多走一点 被狗一鸡这边VT交出来 看一下这波进攻 打穿了 可以 这波伤害打在加密身上还是会比较痛的 接下来再留两个球 只要打中就有C 哇哦 狗一鸡玩这个街霸玩的都像龙珠一样 两波则就直接打死一个人 你以为迈奈特是一个消耗防守 然后在那边折磨人的角色 在狗一鸡的手里 你会发现他是一个爆发角色 一波就能穿掉别人 有点狠啊 你看他那次开局一直在挨打 然后突然间就直接把对手打死了 只要一个VT就够了 这就顶级选手 知道吧 别人练几天结霸 就可以打到这种水平 而我们的练一辈子 还是个菜机 哎 这里感觉上来就要死了呀 轻攻击一个打拆人没了 哎 这种情况你会说一句对吧 我上我也行 我上也是死这么快 但我想说就是在高手的对峙当中 即便你再强 也是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的 这没办法 这把你面对上一个进攻 如此凶猛的加密 你不小心被猜中两次 那你死了就跟光速一样快 加密的进攻方式组合太多了 有空中的对吧 有地面的延迟的打拆 然后中拳的连续压制 你防错一下你就死了 你防守又不能啥也不做 否则他就在脸上一直搞下去 你总归要错 就是早错晚错的问题 太容易打进去了 又到板边了 终调点中 一踢一开 圣龙摁倒 完了 这里叫一个VR出来 没有追上 阿克这边还要追 这节奏直接拉满 这种人 就不讲道理 阿西亚中角单发一个确认 离谱 再一个空间再打 弓尾机头都快麻了 V机还没展出来 因为刚才交过VR 他现在面对的是一头凶猛的野兽 哇 这个打法是真的只能用beast来形容 对吧 就野兽 真的猛 速度又快 在直线快的速度当中 又有很多的确认 然后在打进攻的时候连续性又强到令人发指 基本上他说你这一下你想跑 没门 我EX流氓打击直接飞过来再一个空间再插 再压 压到你不能动为止 我一波就可以吹死你 那勾异机怎么办 他下一灯有没有知会 我现在感觉 如果按照Akira这样子的一个气势下去的话 他很有可能会当场离世 这里直接选择继续开始 接下来开场没有资源的这段时间 我觉得是勾异器最安全 不安全 一点都不安全 我感觉现在勾异器压力超大 现在这种加密的打法好像主流都是这样 包括像NLA的加密也是 打起来像条疯狗一样往你脸上去扑 就逼你犯错 我只要做好这种极限快速度下的一些确认 就OK了 不断的给对手出题 作为考官来跟你打 这里EX空间又重 再接一发地界压起身 中拳点两下 中拳没有打中 继续往前 一个地界打收招 离谱 太快了这个反应 晃一下 下中拳又打中 不过这下没确认 不过中拳又打到counter 狗一琴表示我 太难了 承受不住啊 被投中了 投完以后重拳给到最高 一踢 这一波 挑擎拳 直接解掉对手 一个球过来 还可以打一波进攻 惨重 好的 他也是一个标准的考官啊 在你快没血的时候 你碰到狗一琴开VT 跟放杆直接放弃也差不多 没多大差 他想要责你 他有一百种的方法 可以责得你痛不欲生 这两个人都是属于那种 给对手考试考到死的选手 对空 这一下还不错 上来拿到一些血量优势 不过这种血量优势 我觉得都可以忽略不借 在Akira发动正式进攻之前 这些都是虚假的 一旦你倒地了以后 你多久能摆脱这一轮压制 才是重中之中 这一发EX空间又重 地剑 然后再一发投 投完以后 血量已经过半了 中角拉回来 好的 开始 我发现我看了这么久的街霸 还有这种局最刺激 那种不要命的选手 对吧 就冲起来贼快 而且打的又特别的科学 现在郭威奇这边手上VT还差那么一点 对手这边VT已经出来了 接下来可以用V闪来躲对手的空间了 但对手也没那么傻 就这样直接一发空间过来 他会利用这一点 慢慢的往对手脸上去压劲 郭威奇还敢对空 敢 真的敢 接下来怎么说 郭威奇应该是提前想到了这个层面了 这一波预判是真的非常不错 因为正常来讲 我们看到加米有VT的情况下 如果说他起跳 我们会选择放弃去做这个对空 因为像是那些没有生龙的角色 如果说你去做了这个下重拳的对空 对吧 他一个空间插下来 你这一灯就直接死了 那也有很多加米就会利用这一点反过来 我这一下我就不插空间 跳中脚这样 实现一个无资源的快速进身 这也就非常考验选手在此刻的决断 当然你碰到越强的选手 你可以越是反向的考虑 他这一下不会选择出空间 他可能会想要直接跳中点过来 对吧 好了 那继续到了第三局 双方打一个纠胜局 两边都不是省油的灯 都很强 中拳放球 这一下对空做的非常的完美 中拳两下只得打匀 可以这一波 这一波应该是选择把伤害打满 拉回来继续做压起身 球先买好 这一下对手一个蹲 躲掉了这个球 但是这个血量伤应该是扛不住了 啊呦好快啊 勾伊姬的进攻也是花里胡哨啊 那勾伊姬在这边上来很快拿下低呢 阿凯拉这边不能放他走 哎呦摸大奖 勾伊姬防住了这一波 再一个地点 第二下是没得防了 这一下人还在天上 这里头要开始了 板边考试 浅浅被抓 这一下勾伊姬摆脱这一波压制 这一波摆脱了以后 又可以稍微控一下主动权 啊哈 哇 这个地剑真的是反应太快了 这个也算是阿凯拉比较有名的一个地方 之前看他打很多角色 这都可以 浅浅后后晃到对手的一个跳 然后生龙来确认 一般人在这种情况下对吧 浅浅后后晃一下 看对手有没有拆头 跳的话可能会没反应 但阿凯拉这边能够同时做到多项的反应 这就是职业哥知道吧 他们的意识分配是可以同时完成多项的 他可以给自己快速脑内做一个多选题 而我们只能做单选题 这一下我只盯你一个动作 这个就是没有办法达到顶尖水平的一个问题所在 但他们来说他们可以同时脑内模拟机动情况 我都可以做下一个相应的应对 而且时间极短 这里球过来 然后被戳中一个 这边交了一个米闪 这个米闪交了以后 哇这个血量领先是挺多的 不过在这个厕所位 你能不能把这个厕所给真的做到死 很有可能要坐牢坐到死了 连续三个头了 各位这边也很难办 四个头 五个吧 没有中拳把VT交出来 这个时候已经到斩杀线了 各位季祥按一个中拳 只能吃了一发空间 游戏结束了 哇 哎呀 这个东西真的没有办法 你很怕 你很慌 你不知道他接下来会准备怎么做 连投四个了 第五个应该不会投了吧 确实没有投啊 没有投 他他补了一个VT 他补了一个VT 一时的他还要进攻 呃 不过总的来讲 今天两个人都打得非常非常的好 而且节奏很快 我很喜欢看这种快节奏的比赛 两个人在短时间内去达成一个思维上的博弈 这个对于选手的要求是非常高的 好了 那今天呢 这场比赛就到这边了 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的话 记得点个赞再走啊 感谢各位观众老爷们 拜拜 那你只能是喜欢我了 对不对 那就更加要订阅我的频道